第六场,四班千四米,去过重返马三尺的8号,10号,12号 状态指数表好一点的马集中S-LUMBER12456 配备转变3号马的巴巴币,除了初代环形压舌,除了环形口含铁折针 覆满宝重戴头罩,另外尖辣椒除了眼罩,初代面固 至于无极战士,重戴眼罩,随便箍 先看看金碧科,其实这个案例就是类似超弦的马 一直的状态保持得很好,其实它的稳定演出还未断揽 上次有些失失欺欺欺,不能作得准 我以为上场,休息了这么多个星期,以为是好 有些失失欺欺欺,真的差点,133磅就是这样 一铺中横,其实之前下了货,草地也跳得很好 这次是第一货周进落,这次是第一货周进落 这次是今早跳的,很厉害,落班又给回赢马的拍档 国能,不过之前的马房就不同了,何良 但我觉得他神操大概转变不多,和他未落班之前 也差不多,因为落班漂亮了很多 报名转变多,这两货跑泥地 好了,这次是何花复星,这次两货都说梁家俊去跳债 这些也是的,你说作出不,尝试什么都好 就跑谷草1650 对,知道结果就可以了 接着是电讯火箭,近镜,拍跳137 一向都是神操肯走勤力的马,但这些马胜出得极低 六岁马一圈的 福满堡,头罩无所谓,一向都会有戴下这些 交叉秘枯,现在可能跑日马千四 可能等他很流点,给他一个头罩 但上次跑得很适合 渺渺精彩,侧身的马,虽然他是D步,中码马 但他跑得很少,翻步都越来越慢了 渺渺精彩,开始变了一些轻速 但这次拿命,双重加磅 好了,机械战士 其实看外观,我真的不太喜欢这只马 但他上一次这样跑,当然你看看赛偶报告 当然是一大堆 接着他追上来是有势的 接着他现在五个星期,回去重化、试集 又开盆眼罩等等 他没什么,不过你再看这只马,单条 我觉得他真的完全不起眼 长身,他马都比较 对,回来香港这一货就是25号招 即是星期三招 你看他不像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总之感觉是 锐进梁驱的 对,但他连续两招 都好像发狂的追上来 可能比锐进梁驱一点 好了,珍珠凤凤凰 也好,翡翠凤凤凤凰也好 这只更加失望 那只很年轻 跳也是很好看的 不过其实这马上季就算跑四场 是很久没赢的了 冠军名区今次的操练 就加辣了一点 连续拍,之前拍了有三货 曾情千四迷 这些都开始来的了 都要小心一点他 好,宜昌勇士 我一向都喜欢这只马 但你说这样转过来沙田 他比较小的 气司其实都有一手的 这次炸马 这次报名马算多 气司 之前不是那么满 尖辣椒,昨天赵 何敏年出跳的 这只马的身体有点长 但他不是很漂亮的 有点滚滚的身体 全心全意 中间新境界外面 无极战士 眼罩交叉被枯 上个礼拜四日拍了一集 接着又再这样来拍 我一斗 就有点抢口 有交叉被枯 铁胆威龙这些马 都不是特别擅长的了 近期在谷草都遇到 一些药组 入得到位 来到沙田 排排大外当 应该不是那么突出的机会 状态是平平稳稳的 不聪明不聪明不聪明 不要太聪明不聪明 因为他没有杂 他都可以跑得这么好 上两次 这只只用勇敢动力 考了个眼罩 我记得这些马 走去 上一次就上千四 马上又不算冲得很好 看看后备尔的黄宝 你见过没有这只马 见过一两间 今早回来见到 接着就看这些集 都在电视上看 不见得太多 最初的集商很差 这个黄宝 我记得整天都漏集 接着试了三多个集 出集就好一点 但是赏力程度很明显不够 其实那只马也有点耐闪 一千二百多磅 又不换脚的马 在里面那只 黄宝 哪个黄 要留心斑 不过大家初出看看它 再来到第六场 3T的尾关 这一组就这样 纳下去初步看 我觉得都挺难的 挺难选择 因为每一只 很多马都觉得 有点似时而非 首先 机会马港 比如四号马 河发复星 很多朋友都觉得 这些漂亮的马款 好样 但是我觉得它 是一只反复难靠的马 这个河发复星 就算比对它 赢马好像很厉害 这只马 输起上来更厉害 这只马 所以这只河发复星 在我心目中不可靠 一铺中环 也说了很久 说好好好 但是上次潘顿 又是外面 回来又接近 你觉得 如果你去银袋 拼它赢 你会否选择这只一铺中环 你会再想 所以这么多只 我宁愿再试一次 一铺金碧科 起码都稳稳定定 涉恩 也跑得好 三甲预计它 以前都听起来 当然这些 就没有说拿回一些数据出来 全部 我真的计不了 黑马就不是很准的 何况它还是一只很年轻的马 当然 不是滑一 你自己都要看看 是否你自己那些 其他马 一铺中环 如果有得分的话 反过来我觉得可以想的 因为最主要就是这只马 会不会放回周进落上去 就是放头跑 以前根本跑得好 就是放在前面走的 那你都知道 又试一下尾 那把尺 开始越来越度得准 我觉得它 那当然 这么久没有赢的马 你一定要有不错 即是合理的分头 你才博得它跑第一名 另外七毫万秒秒精彩 这些一定是不惹小的 你看它伏伏 第几天已经跳 然后再做些什么 是不是这个马防的功夫 那当然是很厉害